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正是我们冷静思考要如何重新找到生活重心的时候 谢谢大家听我的心灵鸡汤 那我们就来介绍一下今天的兰花吧 今天要介绍的兰花呢很特别 这几种兰花呢的特点呢就是都不需要戒指 就是呢可以种在空气里面 那我们第一种要介绍的就是铁钉兰 植株呢跟根莖叶都是层细长磅状 因此而得敏 喜欢日照及水分 夏季开花很容易种植 通常呢会把它绑在墙上 每到开花的时候呢就会看到一大片美丽的花海 也有一种可以有一种就是会把它绑在墙面上 或者是围里上的例子 可以开出非常美丽的花 侵略性不大又好争 确实呢是一种值得推荐的美化庭院的花卉 再来要介绍我们今天的主角万代兰 万代这个名字呢又好听又好记 其实它是署名Venda的植物 是取自于繁文Vendaka 意思呢是着身在树木上的 万代兰约有70多种原种 分布在热带亚洲为中心 自印度喜马拉雅山 中国南部台湾 冲绳到菲律宾 印尼到澳洲等广大地区 花形呢花色也颇多变化 有一类呢是像铁钉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俗称就是铁钉万代 那多数的万代兰呢 都可以在花梗上 着身一打以上的花朵 几乎呢全年都可以开花 多数都是在春天或夏初的时候抽花梗 花色变化从白色黄色 绿色红色蓝色 还有听说还有黑色 花形呢几乎千变万化 花色也是一样 大部分的万代兰呢 喜欢生长在温暖 而且有足够阳光的地方 较其他阳兰属需要更多的阳光 只要有充沛的阳光呢 万代兰一年可以开花二到三次 万代兰可以说是标准的气生根的兰花 它的根额粗壮又长 极度喜欢暴露在空气当中 因此呢种植的时候 大多采用木框或者非常通风的盆栽来栽培 因为呢根油很多都接触在空气当中 所以呢施肥的时候大多是用化学肥 因为肥料没有办法附着在它的根上 所以就是一定要用液体的液态的肥料 如果有需要订购以上的兰花 新型故事花坊提供全省宅配服务 各种品种的万代千代百代兰都可以宅配到府 还有各式兰花品种都有 上回我们介绍的石虎兰额 可以点击右上角影片观看 这个我们也有提供宅配的服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连蕨类也要种在空气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特别的植物哦 我查了一下,这种叶植是爱心形状的植物呢 叫做心夜坦然 坦然 听说开花的时候非常美丽 大家可以上网找一下 这里也工商一下台南最好的基金 上好滴基金 采用中草药饲养 二十周竹林基 制成的基金 是你在疫情期间 增强免疫力最好的伙伴 购买方式提供在下方 欢迎来店询问 全省都可宅配 下次我们还会介绍更多品种的兰花 希望大家能够订阅加分享 让我有动力拍摄更多有趣的影片 那我们下次见啰 拜拜